2000年呢 让我们再从回说到 那个两个当老师的小两口 每当他们想家的时候呢 就会听一首歌 这首歌的调子 他们小时候就已经耳熟能详了 歌名就叫王二小 这首歌里描述的呢 是一个英雄小男孩 11岁 在日本入侵期间呢 他是住在中国的北部 有一天呢 这个日本兵 就让他们呢 去当这个向导 结果呢 这个王二小就把敌人 直接引到了埋伏点 然后让八路军 把这帮入侵者给歼灭 王二小呢 在这场战斗中呢 牺牲了 但这首歌的歌词啊 让他永垂不朽 千百万的中少年 儿童都能够传唱他 而且都是不用学 就都能背了 因为天天听 改革开放以后啊 有一个叫池志强的 一个流行歌手 完了根据新的这个经济形势呢 把这首歌 这个调子还用了 但是歌词 从于写了 就是日本人消失了 战争也不见了 完了英雄小男孩 变成了一个 来自四川的 一个成年的打工人 这个移民取代了这个战争 取代了侵略 这个名字呢 就叫打工十二月 这池志强 池志强哪儿去了 打工十二月 算了 不说了 这歌词啊 就是一月呀 离开了家乡 叫上我的哥们 李志强 两天两夜坐火车 要去广州闯一闯 二月我俩 遇见一老乡 他在一个玩具场 三月叙述者 听说一个打工者 变成了一个有钱人 都说那谁谁谁 发了财 想当天 他也是这样 四月我和哥们 李志强失去了联系 五月听说 他在建筑工地 在干活 顶着大太阳 汗流如雨 六月他领到了薪水 薪水才领上 领钱的时候 心发慌 一个来月 挣了有六七百 致富路上 看见曙光 七月我开始写信 给爹娘 还寄了几百块钱 回家乡 想到他们 该多欢唱 这威力和南西 离开四川的时候 并没有告诉 各自的父母 偷偷跑的 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都不敢回家 因为想着呢 在娶到成功之前 是肯定不能够 回去和长辈碰面的 那绝对给捋的 毛都没了 而在王先生的那个 以前的那个草包学校里 也不可能谈到什么成功 甚至连钱攒下来都不可能 幸运的是呢 威力在乐清 找到了第二份工作 这第二份工作呢 就比他的这个第一份 要好得多了 乐清啊 是温州的一个卫星城 发展飞速 所以特别的门名 威力在这儿呢 就是在一个私立学校工作 而这个学校一看 就是运作良好的一个学校 后来呢 这个学校的管理人员呢 还把南西也给雇佣了 这样的话呢 这对小年轻 每个月都能把 大部分的这个工资 都能攒下来 大概远离了故乡 整整一年以后 虽然说啊 还有一些糟糕的地方 尤其是到了节日的时候啊 还是会想家的 不过呢 第二年的暑假 这对年轻人终于回了一趟 四川老家 出来工作差不多 这时候已经18个月了 他们攒了3万多块钱 我这在那边简直不可能 因为你想啊 他老家 一年他们家啊 他爸爸种地 也就一年1600块钱 也就这样了 而他们呢 是一个月 差不多就能够4000块钱 一个月了 那你想 哎呦 这父母一看呢 妈 哎呦 富豪回来了吗 热情的欢迎他们回家 好像就是 离家的时候那种 关系都恨不得的 脱离父子关系的那种 那种 情景根本就没存在过似的 哇 那叫一个融洽 钱啊 钱能改变一切 太悲哀 所以你说现在年轻人 他能不在乎钱 对威力来说啊 这一切看来太不可思议了 农村人啊 这时候也非常迅速的就适应了新的形式了 你像他们家啊 你能看出来 呃 就是 老一辈 几乎都不怎么干活 就等着下一辈的人来给寄钱 寄完钱干嘛呢 盖房子 哎 那这寄的钱 比如说有的家嘛 这就不可能 一下子寄那么多呀 嗯 那先把第一层楼给盖好了 而且直接就住进去了 上边呢 那个第二层和第三层啊 甚至那空架子就留着 哎 有点像那个 就是把骨架子啊 先给搁在那儿支愣着 完了再往上填肉似的 反正吧 就是运气好呢 就一年能建一层楼 那倒霉呢 那就内心等 反正老一辈想了 我新房子先住进去了 哎 这有点像那个 嗯 埃及啊 那个 平民村的那些人 都是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那么在 完了一层一层往上落啊 不过他们的地基也不想想 够吗 你这么往上弄 我都不知道啊 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自然沉降了 呃 说到这个呢 那我们再说说 2000年 呃 海斯乐嘛 不是因为他依然还在报社工作的嘛 这时候啊 他们的邮箱 收到了一个加密的邮件 这天呢 大概是在10月26号 大概前一天 说呢 这个广场 要有一个大规模的聚会 呃 高潮就在下午一连 完了呢 地点呢 就在那个国旗和纪念碑的之间 这个信里边强调了说可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 估计以后再也不可能了 所以呢 还后边最后一句写了一个 祝您一天愉快 这大概是一个法轮功的一个拥护者发的 应该是个电脑专家 哎 他呢 会知道怎么掩饰自己的这个轨迹呀 完了信息也都是加密的 就到了这一天啊 那当然各个报社又开始支班呗 那就开始轮班就开始跑 那海斯乐还是那样 就是溜到那个旅行团的那个人群里边 哎 也不敢拿出笔和纸啊 就在那站着 双手插在口袋里 反正就是凭自己的眼睛和脑子 记住发生的事 那搞这个摄影的就瞎了呀 他们那个报社的那记者啊 那个徐亚平 他就专门负责拍摄的嘛 怎么办啊 好嘛 就得哗 就是一看他们别的报社又互养都认识嘛 这脖子上挂的 有挂两台的 有挂三四台的 反正就在那脖子里下晃悠着 你一看就知道肯定是记者 那边谁平时拿那么多相机呀 但是呢 他同时啊 手里边拿了一个特别小的 就是过去那边就当出来那种小的缩 你那个弄的 数码相机 搁在这个屁股后边手里捏着嘛 那搁在手掌呢 手掌也大估计啊 就在那个走啊 哎 你能看出来他没举在那个脖子下边这个 他在屁股的附近呢 叭叭叭拍 所以你在那个后来啊 你看到报纸上发出来的照片 多数都是羊角的 为什么呀 就是在大腿这块拍的 那你这拍啊 你瞧 那么多的那个便衣和警察 那这一杯肯定是有啊 那一般呢 都是把你那个脖子上挂的那个 先给撸走了 完了把胶卷拿出来 咕噜咕噜一曝光 这数码相机小啊 他揣口袋里 那个警察不敢搜你口袋啊 你毕竟还是外国记者嘛 所以呢 这好多照片就这么着 偷偷出来的 所以第二天早上还真是有照片 就登在这个外国报纸上 那抗议者呢 也变得啊 更老练 你要是比如说 警察肯定会过来问你啊 你干嘛来了 到这个广场啊 完了这个就 说如实汇报 我我我我是那什么的啊 不过啊 他们总会想方设法啊 先能够进到广场里 尽量不引起注意 可是啊 经常就是什么呢 你能够看得出他们不是旅游团的 虽然有的啊 也装的那个旅游团的 带着那种那个旅游团带的那种廉价的那种棒球帽 或者呢就是还有的人还真的举着买的那个小小的那个中国国旗 就跟那个来旅游的那些外省人打扮的差不多 但是啊 真的你一看 还是能够看出区别的 就是这帮人啊明显的一看啊就穷 缺钱 而且啊大部分啊都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平民 而且好多啊都是什么呀就是过去在国企啊或者是国营单位里边工作一辈子的人 完了这时候呢都是退休了 可是呢在这个新的经济环境下一下子就没了那个尤其这那一代人我知道我告诉你啊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这个人他海斯洛也没提到的 就是那些人他们是破坏了集体主义生活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看我妈他们那个战友他们那帮人啊现在还愿意到那老人院去扎堆去 而且那老人院根本就不是老人院就是骗钱的 他们都能自理完了早上起来就是一块做个操啊什么的那的啊 哎呦我妈有一个战友呢找一个兴奋你知道吗终于他又能命令人家了 呃委托他喊口号 一二一他在那给人家那喊一二一哎呦那兴奋的 着急麻慌的要去那养老院 为什么呀他离开了这个集体生活或者离开了跟人的打交道 他连活的那个动力都没有 就是这些人他就是什么没有了信仰没有东西可支撑 他无法享受孤独 那正好这时候呢这个是各种的什么气功啊 法轮功又又跟自己身体有关的吧 或者说啊能让他烦躁的心能静下来的就占据了他们的动性 你这时候什么共产主义什么的你支撑不住你知道吗 那个还是不好使 所以说啊你一看就是这这帮人一认其实还是能认出来 他跟那个旅游团还是不一样 因为旅游团那帮人啊他毕竟还是有点钱 他花钱到参加旅游团来了 而且呢一般出来旅游啊那肯定是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出来 那你要示威肯定长了肯定要被抓起来就穿的糟点了吧 反正啊就是能认出来 再一个啊正好也赶上那时候有好多的国企破产了 完了呢要不就是换主人了要不然就是什么呢给你发点退休金让你走吧 而那个时候尤其像东北啊什么那个华北那带地方啊 国企给的那个退休的那个那点金额每个月领的啊 真的少的可怜可怜 我记得啊2018-19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啊 他的妈妈哎呀后来我就看着真的他就属于像这拨人 可是很可惜他妈妈还是个画画的 而且是美院毕业的哎呀 结果啊现在按摩去了你知道吗 他也是后来就给他发的退休金呢 一千三 就一千三百块钱 他跟他老公俩一千三怎么活呀 还养一大儿子最后他没办法了 他就供他老公去美院去进修 他去给人按摩去 可是没想到呢这个大概啊 这性格问题啊还是怎么了 还是老公怎么着了啊 最后老公跟他离婚了 哎呀有时候想的女人啊 一定一定别以为你支援了这个男人 他不会赶你 真的 但是你也不能说这个男人有多坏啊 说不到一块了呗 反正就是哎呀最后 真的可怜 尤其是真的女人 就在这个里边啊 你看信的这些人 绝大多数都是女性 因为在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兼聚的时候啊 因为刚刚开口啊 哪哪都乱七八糟的啊 他们在这个法轮功中就 去获得了安慰 应该说啊策划上呢还算是精心了 毕竟还确定了一个时间啊 大家要在同一时刻行动啊 也不要求你什么啊 就是手臂举过头顶拉 有的呢还会戴着一个小红服 上面写了 其实也特短 就就就就手臂那么长 因为他带大的他也带不了进去啊 什么真上人啊 反正就是那三个字 要不然就是扔传单 往那个往空中扔 反正啊 从月份开始 其实就开始扔了 后来又开始改了 就传单不扔了 扔什么扔菊花 那菊花的花瓣 那黄色的那个 大概就觉得这黄色啊 是幸运的颜色 有点佛的意思 反正就是那个 他不是往那个那上面靠吗 你从这五月份啊 一直到现在那时候都十月份了吧 这警方也没什么改进 反正就是另行公事 来了人了就开始抓 哎反正还是那种下手不留情 反正也毫无意义 有时候啊 就是你向他们这报社的这些记者看了一下 就老觉得 不易的吧 干嘛要这么暴力呢 其实那些人也没有那么的反抗 就好像啊 我故意的这么暴力呢 让你以后再赶来 反正就是像这种另行公事啊 一次又一次的上演 你有时候啊 有时候把你越观察哈 也觉得 就是抓他的这些便衣 也都是一些愚昧无知的人 跟那帮那个抓的 被抓的人 差不多都是一个阶层的 都没受过什么教育 哎 甚至啊 你想抓他的呢 就是 没什么工作的 那帮年轻人 总之吧 就是在这个 经济大潮中 他们双方成了对立了 可是他们是来自同一个阶层 整个活动啊 特别像那个捉迷藏 藏猫猫 哎 反正就是记者呀 就藏在这个 这个旅游团里边 完了呢 这个便衣啊 那小瓶头 完了就到处搜 看谁呀 穿的挺穷酸的 尤其是那些老太太们 这帮老太太啊 估计啊 这也不是 反正就是 也跟那个老鼠见猫似的 他总能把那便衣一眼 都给认出来 哎 一看这个 眼神的一对 就开始 千方百计的 避开他们 哎 你总之吧 就看啊 比如说 这有一群中年妇女呢 完了呢 有一平头的男的 就往这个 这群 妇女这边靠 这女人就跟那什么 这 就散了 你知道吗 蟑螂 就散了 这时候呢 海思勒是轮班 轮到中午 他是12点30分 他在那看的时候啊 就能感觉到 哟 差不多啊 该来的人都来了 其实啊 他早就来了 一大早就来了 已经劳累不堪了 你为什么 一大早他先去看的那个 拆那个赵老先生的四合院去了 哎呦 他就觉得呀 那一天 大概是 他 很久很久 没遇到过的 觉得那么漫长的一天 反正已经精疲力尽了 大多数啊 要来的人 估计那一天的人 就是要一点钟那个 大多数都已经在北面的广场 等着 而这个 其实估计啊 也早都有 信息了 这纪念堂两侧 这时候停满了 那个 大车 大巴士车 供汽车 还有14辆货车 这也挺逗的 估计怕人 装不下吧 要不然就是那个 运便衣过来 反正就是车 都搁在那了 14辆货车 11辆 大巴士 这天安门当然了 还是那么热闹 到处都是真正的那些游客啊 也不是 那帮人是真不知道 马上要发生什么 可能是按捺不住 或者是觉得呢 真到一点 估计连这广场呆都呆不了了 所以有人抢先行动了 差十分一点 这时候呢 广场的东南角 有一帮就是假扮着游客的人 突然一下 举起了横幅 发轮轮好 发轮是好的 这时候警察就开始 呼噜噜噜噜噜噜 你就看啊 这广场就开始动下来了 跑 这时候呢 有一辆大客车 呼噜噜噜噜噜噜 就开始驶离了那纪念堂 奔着这广场的纪念碑这边来了 纪念碑旁边呢 这时候又有另外一群 人又开始举取横幅了 一群一群的哪都遍地开花 在这个国旗前面呢 还有一个人往这空中 一把一把的扔着传单 那另外两辆车呢 也加速的开进了广场 这时候你就看着广场上 一会儿这边空幅 一会儿那边传单 完了巴士大客车 呼噜噜噜噜噜噜 整个那广场啊 就跟那个 叫什么来着 霍霍霓泥江似的 哇哇就开始行动上了 海斯勒这时候啊 正好是站在这个广场的东边 而这时候呢 他这附近呢 就是有一个人呢 在那正正那个白色的 一个什么传单的 结果凭直觉吧 他就赶紧摩下腰仓 拿着一张赶紧一下 塞在自己口袋里了 拿回去以后才看 什么神不会原谅 蛮不讲理啦 还我信徒同胞啦 还我什么法门大法的 清白啦 就这些话 等他站起来的时候啊 这整个的广场 好像都变了样了 所有人就感觉 就跟着旋转似的 全在动 哎呀 这个奔跑叫喊声 反正你在这个原地站着 原封不动 你就属于不正常的 于是海斯拉一看呢 我也走呗 就开始下意识的啊 毫无目的地开始走动 因为他还是需要观察 他不能走啊 你真厉害这广场啊 那你干嘛来了 你这记者啊 这时候他看见的呢 是一个男人的脸上 流了好多的血 完了一个女人呢 被打 完了呢 就像婴儿的啊 传成一团 什么老太太什么的 一个个儿啊 就开始被推进 那个大巴车里了 很快一切就结束了 这时候呢 有一个明显 受过良好教育的 而且会说点英语的 一个便衣警察过来 大概就是特地啊 派来就是跟这些外国人啊 还有外国记者啊 打交道公关吧 就是用非常地道的英语 对海斯勒说 请您离开 这些人是违反了中国法律 这时候啊 有一个抱着一个小女 小孩的一个女人 突然也打开了一个红符 他怀中这个小孩啊 只有两岁左右 这个红符呢 是黄色的 上面写着一个红色的字 一没打开啊 就一刹那 还没等海斯勒看清 上面写什么的 就已经那个被扑倒了 完了一个警察 先把这个女人扑倒 另外一个人 把这横符夺开 第三个人 把他孩子给抱住 这孩子就开始尖叫起来了 吓得呀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完了呢 那个受教育的那个警察 又对着海斯勒 用英语说了 请您离开 真正到了一点钟啊 啥都解锁了 警察这时候把所有的游客呀 什么的全都改到外围去了 广场一片死寂 这一次的这一天呢 大概估计啊 差不多有三百多个人被逮捕了 不过啊 真的没法数字清 海斯勒也说 他这数肯定不准 为什么呀 他那个技术 他拿手指都掰 比如说我掰到数字十 我掰一下 根本不可能了嘛 很快啊 他们因为都没走嘛 就站在这个广场外围看 就看着清洁车啊 就开始转动刷子 喷着水啊 把这个传单啊 什么这个 被打的那个血迹啊 什么的都清理干净了 海斯勒就光注意到了 那个清洁车 哎 一看上面写着 中国天津扫地王专用汽车 有限公司 好吧 今天先讲到这 下期接着讲下期见